2010年前被人发现时 他的四肢不知被谁给勒断 幸亏有好心人收留治疗 他才幸存下来 2010年下午2点多钟 有两个年轻人开了130 拿着大黑到这来 当时送到这儿之后 说是没有带钱 不要取钱去了 结果一取 这三四年 这人也没来 说话的是大黑现如今的主人老刘 老刘是一名宠物医生 自己开个宠物医院 当时老刘也没多想 当即就决定为大黑治病 当时不单纯可怜的问题 身体四肢就伤了骨头了 抱一层黑皮 黑皮里面已经没有肉 肉已经腐烂了 需要把腹肉剔除掉 外死皮刮掉 而且骨头需要节肢 估计的话得需要一个多月 四肢上火治了19天 基本上伤口就愈合了 虽然把伤治好 可没有四肢大黑 仍然走不了路 想挪个地方只能靠爬 所以老刘又决定 给大黑安甲肢 很多人的帮助之下 安甲肢的款项齐备了 在和北京甲肢厂 去到联系 他们也安了 大概将近八个多月 在这八个月当中 矫正了调试 试用 才有点成功 不是一下就成功的 老刘说 就是在这段期间里 自己的助手小猪帮了大忙 他能坚持每天早晚 帮助大黑一点点的熟悉走路 大黑非常健巧 我觉得大黑这个精神 一直感动着我 也鼓励着我 如今大黑已经基本适应了 甲肢的节奏 只是右后脚截肢太短 没有支点 甲肢无法跟住脚 有时走路会甩丢 其他都基本正常 老刘说 更让人骄傲的是 像大黑这样四肢脚 全部安装甲肢的宠物犬 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首例 养大黑 我要善事善终的 不可能半途而非 如果我走在他前面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是我要托付一个人 把大黑照顾好 感谢观看